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8月5日星期一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最新的國際局勢 根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Axios 引述的美國和以色列知情人士透露 兩國官員估計 伊朗最快可能會在今日 開始發動針對以色列的大規模攻擊 同時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等國家 都要求他們的公民離開黎巴嫩 在說之前 首先請呼籲各位亦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看到這些報道 不少人猜測 會不會中東大戰爆發呢 甚至乎有些人 會聯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分析一下究竟會不會 所謂有機會出現的中東大戰 就是三戰的序幕 我們先看看 Axios 那篇報道是怎樣說的 據報道指出 美國中央司令部指揮官 庫里拉 在星期六時已經搭乘飛機 抵達到中東 預料將會訪問以色列和約旦等國家 其中 在今年四月時 約旦曾經在伊朗 針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時 提供幫助 攔截射往以色列的飛彈 庫里拉指揮官 今次的行程 預料將會游說約旦 呼籲約旦 如上次一樣 開放空域 被美軍和以軍的戰機 攔截來襲飛彈 故此 從這篇報道已經可以看到 伊朗時不遲 其實都會動手 上次發生在四月 當時約旦是仗義幫忙 故此 伊朗襲擊以色列不是什麼新鮮事 不會說伊朗現在又發動針對以色列的襲擊 就會馬上引爆大戰 甚至乎引爆三戰 有些人不知為何那麼恨打仗 其實打仗是屁事都沒得吃的 不信問問 以前曾經經歷過打仗的老人 那些長者 但不要緊 有些人 你不能因為自己生活不如意 就將他們打仗 攬炒 因為 那些有錢人是不會被你炒到的 他一樣 就是有本事 可以將自己的資產安置 在安全的地方 戰後後人死不完 還可以繼續榮華富貴 所以沒有什麼意義 打仗是沒有意義的 對於窮人翻身 對於基層翻身 沒有意義的 信也好 我這個節目一向都是講真相出來的 是難聽一點的 但是 好過講糖衣毒藥 賣精神鴉片去毒人 好嗎 不要聽人 只活一次 無論你相信什麼宗教也好 這一輩子 你用這個身份 在這個世界上活著 就只有這一次 你相信輪迴也好 相信什麼也好 就只有這一次 何苦要走去 這麼恨打仗的人 你打什麼呢 慘了 屎都沒得吃 有些國家他喜歡窮得吃草 全民說得吃草 你沒理由自己去瘋了一份 一打仗就做拋灰 很愚蠢的事 我看這篇報道 報道引述了三名美方 以及一名以方的官員所說 美國和以色列 目前估計 伊朗最快會在今天 8月5日 就會發動針對 以色列的攻擊 今次的攻擊模式 可能會比照4月的一次 是怎樣做呢 就是由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黨 也門青年運動組織 伊拉克親伊朗的武裝組織 去聯合行黨 就向以色列方面 發射自殺式的無人機 火箭和彈道導彈 不過 預期 攻擊的規模 將會大幅擴大 因為今次你看他眼眉 在他境內 就是擊殺了哈馬斯的領袖 故此現在就要還以顏色 但是 我就絕對相信 以美利堅合眾國和以色列國 兩國的軍事力量 再配合約彈的幫忙 絕對是有能力 將大部分這些攻擊 是可以攔置得到的 當然百分百就很難說 但是你說這些攻擊規模 就算是擴大也好 會不會是對於以色列的地位 會不會產生動搖 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這樣射幾射 以色列都會塌 那美軍整個全球部署都玩完了 我是絕對不相信的 有些人 說的是藍絲 或者小粉紅 對於伊朗的攻擊 是過度的憧憬 經常以為 很棒的 擁核國 擁核國大勢 俄羅斯就擁核國 現在就打倒了烏克蘭 烏克蘭就愚蠢 1993年的時候解核 結果被人打倒了 但是到現在還撐著 澤連斯基總統 已經開始有F-16的戰機 在烏克蘭的境內 部署 投入使用 所以 擁核國不是很大 除非你真的要攬炒 普京不會攬炒的 因為他繼續做皇帝 皇帝怎會跟他攬炒 不要經常用 有些人喜歡 用他自己的思維 哎呀 要全球陷球產 皇帝怎會跟平民陷球產 普京一天不死 還可以在國內享盡榮華富貴 他一天不死 繼續可以做土皇帝 為什麼要攬炒 為什麼呢 沒有一個原因可以令他攬炒 有些人說他快要死的時候就攬炒 傻瓜 一個人快要死的時候 都不知道哪一天 上帝顯靈告訴他 所以 他是不會攬炒的 他會繼續做皇帝 做到死那天為止 做皇帝的心態 就是要做到死那天 怎麼會突然發神經 這樣說攬炒 雖然獨裁的人 通常都是傾向短短短的 都是不可理喻的 但是他那些不可理喻的決定 就不是折磨自己的 是折磨他旁邊的官員 宦官 或者折磨平民百姓 那些所謂老百姓 他怎麼會折磨自己 如果不是 秦始皇怎麼會追求長生不老 每個皇帝都想一路做 做到千秋萬代都是自己做 沒有說攬炒 攬炒炒下面的那些 我們看看那篇報道 報道引述以色列時報提到 以色列中部 包括主要城市 特拉維夫在內 星期日開始出現了 GPS訊號遭到強力干擾的情況 一些在特拉維夫開啟了 汽車導航的汽車 發現自己的定位處於貝魯打 可能顯示出以色列方面 判斷來自伊朗和黎巴嫩的攻擊 可能迫在眉睫 為何以色列自己去干擾的GPS 因為要擾敵 以往都試過 以往通常集中在北部的地區 現在在首都也是這樣做 以色列首都在耶路撒冷 一般國家就當在特拉維夫 免得有人說我說錯 有些人當我是白癡 唉 沒有氣 說回報道 袈裟戰爭爆發以後 以色列經常對於 黎治北部黎巴嫩邊境 和南部袈裟邊境的地帶 進行GPS干擾 以阻止敵方利用GPS定位 發射飛彈 無人機攻擊以色列 所以要阻止他們 准確定位的敵軍 但今次去到以色列中部 實施的干擾GPS訊號 就是很罕見 今年4月 以朗大規模地攻擊以色列 瞄準了特拉維夫等 以色列中部城市 當時曾經短暫出現過 GPS訊號被大規模干擾的情況 現在已經開始實施干擾了 以軍有機會覺得 這一兩天 黎治伊朗和黎巴嫩的飛彈 正在射近 但是絕大部分可以攔截得到 尤其針對特拉維夫 一定是過不了鐵窮的 大部分都過不了 小部分如果他很大規模 其實就是要以量去偷計 這些真主黨的軍事技術 相比起美軍和以軍來說 就很有限 當然他現在卸了一段時間 從4月到現在8月 有4個月的時間 讓他來做軍備的準備 當然是有很大規模可以射出來 但是射完之後 他又要卸了 所以現在伊朗 你說他官方會不會直接參戰 他一定會提供一定的幫助 給那些代理人 真主黨 哈馬斯 那些 但是他會不會直接 以官方的身份參戰 我認為是有保留的 但是他會毫無保留 支持那些代理人 其實用一種代理人戰爭的形式 就像4月一樣 主要都是真主黨 那些人 再加上就是軍援哈馬斯 伊朗自己本身會不會下水 我不認為他會下水 他派這個革命衛隊 我不認為是會的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提供軍備 一定是會的 所以有些人說 哎呀 大戰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想 就是 實話都未有一撇 因為這個地區 過去幾十年以來 都是長期處於戰爭 和不和平的狀態 比起和平的時期 遠遠是多的 如果要爆發三戰的話 那就已經爆發了 就看不到 因為這次的規模 就是攻擊的規模 比起四月大 就爆發三戰了 暫時看不到 好了 至於說 美軍已經在周邊的地區 聚集了 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和黃豐號兩棲攻擊艦的海上兵力 並且在上星期六 增派了一支F-22戰鬥機中隊 進駐中東 一名美方官員說 美國政府希望公開宣布這些增兵舉動 能夠讓伊朗三思而後行 不過 上星期 拜登出席記者會的時候 被問到 究竟美方增兵 能否能夠壓止 伊朗及其盟友發動攻擊 拜登說 我希望如此 但我也不知道能否辦到 對拜登的認知能力來說 我認為是 有點困難 但一般人都會相信 就算美軍來增兵 能否完全壓制得到 是不可以的 因為牛鬼蛇臣 照樣 即是 神時貌時 他就會出動 動一動 被人打死幾隻之後 他又會繼續 歇一歇 然後自機而動 一直都是這樣 已經玩了很多年 都是這樣形式 如果純粹美軍出兵 那些牛鬼蛇臣就會自動消失 也門就不會搞那麼久 又去劫船 等等 等等 所以 我認為是不會的 純粹就是 你放一個姿態出來 告訴別人 這裡有美軍看場 你搞還搞 就不能搞得太過份 就是這麼多 可不可以完全 使得他收皮 是不行的 除非你好像 整個伊拉克這樣 砍起他 接下來 我們再看看 美國之音的報道 是怎樣說的 報道就引述白宮官員表示 美軍正在在中東部署額外的軍事力量作為防禦措施 目的就是為了緩和該地區的緊張局勢 於是上星期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擊斃了真主黨指揮官舒芙爾 幾個小時以後 哈馬斯的領導人哈尼亞 就在伊朗首都德克蘭被刺殺了 哈馬斯和真主黨都得到伊朗支持 伊朗和哈馬斯都指責以色列暗殺哈尼亞 並且聯同真主黨一起誓言要進行報復 以色列方面沒有對哈尼亞的死亡負責 沒有認責 但也沒有否認 但舒芙爾就有 因為舒芙爾就是先寮者戰 好了 那些人就擔心 會不會是這個袈裟戰爭 會升級成為更加廣泛的中東戰爭呢? 布林肯 星期日跟G7外長通話 美國國務院就說 G7外長是討論了 緩和中東局勢的迫切需要 已經是談了 好了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副顧問芬立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當中提到 美軍的目標就是要為了降低緊張的局勢 阻止和防範這些襲擊 並且避免地區衝突 去看場 芬立還說 美國和以色列正在為各種可能性做好準備 在4月份 中東地區一度差點爆發 成為這個地區的衝突 如果今次這種情況再出現的話 美國就希望要做足準備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現在已經痊癒了 之前病了 好了 他跟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通話 美國國防部說 奧斯丁重申 美國會堅定支持以色列的安全 和針對來自伊朗 黎巴嫩真主黨 胡塞武裝 也門那黨 和其他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的威脅 進行自衛的權利 所以伊朗和真主黨一旅 其實是配合劇情上演 他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殺到來 連哈尼亞都擊殺了 他要反應 他要反應的時候 他就要針對以色列發動襲擊 美軍在這個時候 的取態一定是撐硬以色列 所以 由哈尼亞和舒芙爾 一瓜柴那一刻開始 其實美軍已經是 你說他可以選擇 無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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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 之前還在談 對內塔尼亞湖施壓 現在無法施壓 因為伊朗又出現了 當佛地摩耶湧現的時候 一定是要站在正義那邊 一定要撐回自己的盟友 沒理由還是對於盟友施壓 所以那兩人一死 其實 美軍已經是開始做定部署 就算賀錦麗怎麼說 這已經沒有意義 即是如何促進和談 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就是要站在以色列那邊 以色列國防部長 加蘭特說 如果伊朗、真主黨 敢攻擊以色列 他們將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以色列方面很有信心 抵擋來自這些攻擊 而且還要他們付出代價 所以為什麼要撤僑 美國在上星期已經敦促 美國公民立即制定離開黎巴嫩的計劃 英國政府建議國民要離開黎巴嫩 加拿大政府建議國民要避免前往以色列 法國外交部緊急要求國民避免前往以色列 避免前往黎巴嫩 並且建議已經在黎巴嫩的公民盡快離開 法國更敦促 居住在伊朗的法國國民也要暫時離開 沙特、阿拉伯、約旦、韓國和瑞典等國家 都發布了敦促本國公民盡快離開黎巴嫩的公告 多家西方的航空公司 暫停飛往黎巴嫩和該地區其他機場的航班 為什麼要撤僑呢 你說黎巴嫩官方會不會去打呢 我覺得不會的 都是搞代理人戰爭就是真主黨去打 但是為什麼要撤僑呢 現在是他們去打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會反擊 以色列絕對不是省油的燈 你真主黨搞什麼 他會當你黎巴嫩在背後支持 其實也是 但是 以色列一定會反擊 根據以往的經驗就是 反擊起來的時候 拳腳沒有眼 所以現在就要先走定 美國政府就說 你買到商用航班的機票 無論去什麼目的地都好 照買了先 先走了 那麼聰明的人就會離開 不聰明的人就會在電視上哭哭哭 總的來說 究竟這次的衝突 會不會演變成為中東的大戰呢 我認為在初期來說 主要是聚焦在代理人戰爭 即是伊朗去支援那些恐怖組織 會針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不是伊朗或者黎巴嫩官方直接參戰 但是再糾纏得久一點的時候 會不會再去演變局勢進一步升級呢 我們再去分析 但是初期 我認為是會聚焦在代理人戰爭上 故此 會不會這個中東的 叫做戰爭 即是代理人戰爭 是不是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呢 我認為不是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